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9370.5亿元,同比增长7.5% 其中,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增速最快,达到44.5% 新材料、高端医疗器械、软件与信息服务、海洋经济产业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稳住深圳制造业基本盘,增强实体经济发展后劲 今年6月,深圳出台20加8产业政策 明确到2025年,深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将超过1.5万亿元 分析认为,这一战略先手棋,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依托我们国家高新区一区多元的建设来成长更多的高新科技产业和企业的一个落地和发展 培育更多的世界一流的这种高科技企业 现在要围绕着20加8产业集群 通过这个集群建设来把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联动起来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 在这里的中文看到有尾认词 并且用达认词已经发展了很多大约也很合理 值群建设来还有这些重量的颜色